刚才吃饭的时候 突然右边的喉咙痛了一下 我看到两颗子弹了 突然在这个地方 想痛一下 我看到两颗子弹了 突然想碰一下 然后打到了一个人的喉咙那地方 如果单独一颗子弹的话 它不会打到这个人的脖子上 就从脖子这边窜过去了 另外一颗子弹呢 也会 一个子弹 从这边窜过去 另外一个子弹呢 从这里窜过去 都不会打到一个人的脖子上 哪知道这个子弹在它那个脖子的前方 一碰一颗 一颗子弹往这边 另外一颗子弹往这边 然后两颗子弹都打上了它的脖子 把它的喉咙就夹了一下子 子弹把它夹了一下子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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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我就 那个具体疼痛嘛 那个 我在吃饭嘛 你说吃饭的时候怎么会 就光吃吃饭怎么会具体疼痛呢 哦 我一身汗 原来是 两颗子弹呢 想碰的时候 相互作用以后 正好打中了 这个人脖子 弹着一颗子弹就不会打中 嗯 弹着一颗子弹 就 从它前面穿过去 或者从车面穿过去 哪知道碰了一下子以后 就正好要打中了 哎 这个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基 打仗的这个 哎 由于这样的两颗子弹像碰啊 一个人在喉咙那边 哎 被击中了 啊 就中了啊 而且只能把它夹了一下子 啊 刚才是突然有一个 像瘦上的痛啊 有 非常痛 哦 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是那个 相碰产生的热量 哎 把那杯烫上了 啊 把那杯烫上了 哦 啊 有点一看 啊 有点一看 本来这些人呢 应该要么在 好好的在上学 啊 要么在工作 现在 莫名其妙就被送到战场上面 就挨了这么一下子 啊 哎 说一下那个战争呢 最后都 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 啊 好知道了啊 好知道了啊 再见啊 再见